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龄体育报报道,皮尔洛坦言,如果伯格巴重新回到油文,他不会感到惊讶,2012年到2015年,伯格巴曾和皮尔洛一起在油文踢球, 当时他们为油文赢得了三次一甲冠军,之后,法国人重返曼联,并创造当时的转会被记录,1.1亿欧,皮尔洛说,油文是一家有着深厚历史抵御的伟大球队, 从一开始,我就了解到董事会的脑海里,有着非常有雄心的项目,他们建了新的体育场,因此他们能重新赢得意大利和欧洲的冠军, 如果你能在俱乐部内部体验,就像我刚开始在那效力的四年,你不会为俱乐部所走的路线以及他们的成功感到惊奇,当你赢球时,你会感觉非常好,并想要一直保持,最近几年,油文一直都想要提升, 一开始,我认为那只是下窗的谣言,但是帕拉蒂奇给我打了电话,他告诉我,都是真的,我们正在谈判,我要感谢他,马洛塔和主席阿聂利,但是我并不怀旧,在我的直言生涯里,我已经足够幸运,能和如此多的球星们,一起分享油文的更衣室, 我不知道,C罗是否踢单前锋,他喜欢先在左路活动,因此他需要有个人靠近他,曼朱基奇就是个理想的选择, 伯努奇回归听到我了,因为我没想到他在米兰只踢了一个赛季,然而,油文还是想要最好的球员,伯努奇就是一名顶级球员,伯格巴, 如果他回来,我不,会惊讶,因为油文一直在寻找最好的球员,如果有的球员离开了,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再回来,对于已经沦为替补的迪巴拉,皮尔洛也给出了他的建议,在赛季开始阶段,要接受你不是首发,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,迪巴拉会为了尽可能多上场比赛,而倾尽全力,如果他能带着C罗的斗志去训练, 那么会很难不让他首发,当你不能上场时,这意味着你需要做更多,迪巴拉的能力毋庸置疑,要想成为油文的关键球员,他必须找到一些内在的东西,但最重要的还是,他必须的为了自己去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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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